但在司法程序域 陳秋白被告嫌犯 他不符上訴 所以說今天的庭是高等法院的議被庭第三次 第三次在第二次12月18日的時候 法官有要求陳秋白要送一份所謂的第一案受害者的資料內容 但是陳秋白所做的這份資料 全部都在欺騙法官檢察官 及這些所有的受害民眾 為什麼敵院全部承載不死